简单的线条重复编 跟着老师学会最基本的编织法 接下来就可以翱翔在自己的创作中 像是格勒垫 手提包 装置艺术 甚至是地毯 引发足门的创意奔驰 让人大开眼界 让我们充分的脑力激荡 然后甚至于会有更多的想要做的东西 当你会看到东西 你会有很大的联想力 你会创新 你会觉得生活日常变得多一点颜色 老师教的又很时尚的成绩 让我们收获受益良多 我觉得老师很用心 而且也很谢谢校长 很用心地安排这个课程 我们都算得非常开心 我爱黄金姐 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少学员分享一边动手编织 一边梳理内心的情绪 多年不愉快的阴霾 在成品出入后一扫而空 疗愈的效果超乎想象 而且在编织的过程是非常疗愈的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编织的时候 我个人的体质 末梢神经比较磁缓 所以透过这些编织 可以刺激入到我的末梢神经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帮助一些身体 会有一些比较难运动的地方 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这是在做花编织的 对身体的一个好处 那其实在做这个编织的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的身心状态是在放松 在自然的状态下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对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成片 各方面它也是很好的一个 对身体自己的一个回馈 所以我觉得花编结这个东西 对长者或干嘛 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工艺 不但可以自行创作 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永远可以完成自己一个 手工艺设计师的一个梦想 广受回响的花编艺术 在疫情当下给师生一股温暖的力量 校长笑着说 不排除下学期再开课 欢迎文法朋友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我爱学习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